另外法务部周三将在针对华光社区精华接一带进行拆除作业 不满法务部尚未安置居民就强拆民宅 晚间多位华光居民和声援学生前往隔魁江一花的住家静坐抗议 和大批远警发生激烈冲突 请你马上解散群众 停止违法行为 一声令下大批远警开始强制驱离 但迟迟没等到行政院长将一花出面 抗议的华光居民及声援学生说什么也不肯走 远警只好采取强硬手段 除了院长随护 警方出动近50名警力层层包围院长住家 就怕抗议群众擦枪走火 五六名远警一手把人架起 一手拉着裤腰带就这样连拖带拉 将人拖除巷口 有学生连眼镜都被撞掉了 面对警方如此手段 甚至有学生右手也擦伤挂彩 我们只有举我们的诉求而已 我们连口号都没有喊 我们完全没有影响到附近的居民 然后警察就这样突突起来的 用暴力把我们学生拖了出来 继上个月月底 法务部强制拆除华光社区两户民宅后 周三将针对金华街一带进行拆除作业 但居民不满的是 法务部先前举办协调会 不但没有安置居民的计划 还打算索讨不当得利的罚款 让现住户有些人账户被冻结 薪资也被强制之心 生活已经快过不下去 我们家目前要罚将近800万 也许对张以化院长来讲 是一笔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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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目 可是对我们家来讲 那是我爸爸努力了60年 希望法务部跟行政院可以赶快召开 一个跨部门的协调会 没有任何长期方案之前 直接进行强制拆除 我们认为这个是剥夺人民居住权 抗议居民级学生陈情未果 只见人群散去 行政院长将一化 这才悄悄从另一头走进家门 一场抗议虽然暂时平息 但民怨仍然持续沸腾 记者蔡江陈兴艳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